我教他一個80年歲的陀伯 80年歲? 他都很健康,手指都很靈活 你誤會了他,他不是不聽你說話 其實他聽不到你說話 大家好,今天就收到柏林的任務 來到旺角的柏林分店 去採訪一位古典鋼琴的導師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導師有多厲害 另外這個地方 加進點把木頭削搗佈 妊娟 好,回來了,這位就是我們的鋼琴導師Andy Hello 喂,我們也認識了很久,Andy 聽聞你記得很厲害 我是彈琴的 你彈琴的嗎? 是啊 真的? 真的 呃? 好,大家好,又再回來了 這位是我們的Andy導師 你好 是的 他是一個古典鋼琴的導師 Andy,我們也認識了這麼久 大大話話也有一個小時了 是啊 那我再想一一一深入去了解一下你 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點點 例如你是一個什麼樂器的導師 哦,OK 我是第一城拍攝的鋼琴老師 在第一城那裡已經教了兩年半多 我都很喜歡派人教,因為都教了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大人,什麼年齡層都有 所以都很享受去教學生和派人的工作 就是我看一份稿,它是說你是一個古典鋼琴的導師 但是古典鋼琴跟鋼琴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我們認識鋼琴那個 知道如何彈 要如何認識鋼琴 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音 要先理解 然後才開始接觸古典鋼琴 古典鋼琴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要知道 很多不同的歷史要知道 大約要知道音樂的歷史 例如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特色 有不同的族曲家 例如蕭邦是浪漫時期的 貝多芬莫扎特是古典時期的 巴哈是巴朗時期的 很多不同的族曲家需要認識 就要在古典鋼琴那裡學習了 例如有著士音樂 藍調音樂、藍調音樂、blues、wars 很多不同的類型 剛才我彈過是《入腸》、夜曲 剛才那首和很快的首是 李斯特的《中》 《中》 什麼《中》 就是《中》的《中》 什麼《中》 《中》 《時中》的《中》 這首歌叫做《中》 問多你一個 就是你在派人教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很難搞的客人 那些小朋友頑皮到不聽你說的 我教過一個八十多歲的婆婆 八十多歲 她都很健康 手指都很靈活 但是她不肯聽我說話 她只是彈她自己懂的東西 不過我慢慢彈一些很特別的東西給她聽 她感染到她覺得很特別 你會不會誤會她 她不是不聽你說話 其實她是聽不到的說話 哈哈 可能 就是聽得不夠清楚 然後你這個好像在說什麼 對呀 你就知道 八十多歲差不多 但是你教得懂她 她有些成績彈出來 有的 彈不彈到完整那首歌 也彈到的 她喜歡彈古典的那些 例如那些 這麼厲害 有沒有你剛才那些那麼難 沒有 就是初級也是 scene 鄭之中 因為我桌不到 我學過三課 我彈到紅鶴邨 同學邨 就單音那種 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 現在是奧老感 你繼續 走 奧老的問題我覺得是奧老感 其實音樂提升了很多東西 例如很多情緒 很多不同的表達、溝通 有時想發誓都在鋼琴那裡 古典鋼琴那種特別是 因為它有些很難的技巧 那些技巧令到你 要不停不停想去追求 令到你會覺得 很有欺負性 也都會覺得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想彈得快些、惡些、大聲些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彈得傷心一點、慢一點 其實不同的音樂 古典音樂 都有很多不同的 情緒的表達 所以我覺得音樂來講 在我現在人生中 都是一個重要的職位 我覺得你剛才有一點 說得很好 因為剛才我們整個團隊 去拍攝你彈鋼琴的時候 整個團隊很驚訝 為什麼你彈得那麼好 然後像現在這樣 大家會在鏡頭面前 看到IND導師 好像一個很斯文的人 說話很斯文的人的時候 但原來他彈鋼琴的時候 的樣子和氣場 是很狂的、很澎湃 就是你剛才所說 你在裡面的成長 和感情的發洩 是很適合這件事 好了 接下來這條問題就是 想知道你玩鋼琴 有多少次玩 還有為什麼會選這種樂器 為什麼不選吉他 不選喇叭仔 吹滴打 為什麼不選那些樂器 要選鋼琴呢 OK 五歲開始彈琴 五歲彈到的了 對五歲了 現在的學生都四歲都開始學 就是 K3開始學 我彈到現在 沒有停過 一直都提升 接到一個能力 有沒有二十年 也有 我不是想報道你的原理 但是大概 剛剛沒有二十年 就是二十年 為什麼會選鋼琴呢 我除了鋼琴之外 小提琴也有學過 其他樂器 例如鼓 其他也有學了少少 就是鋼琴才追求得最 最多 你意思是 其實不是碰巧撞彩選了鋼琴 而是你試過之後 就覺得鋼琴真的是你杯茶 這麼多樂器之中 鋼琴是 我們玩得最純熟 不是最開心 所以 很有滿足感 一路一路都沒有停過 我只看你玩我也有滿足感 我看得出你有滿足感 但我看得出很有滿足感 我當我自己太人這樣 真的好厲害 觀眾如果想看的 你可以再去片頭 看片頭 看片頭 如果觀眾想看Andy 阿sir 除了可能 剛才影片的開幕時 有一部分會看到阿sir的表演 之後後面可能也會有他的表演 大家不停地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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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著來看 好 這條問題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支柱 我覺得自己 彈琴的手指的靈活都挺高 嗯 記性的 看譜都很快 還有我都很享受 很快就可以入到音樂 就算是一首不懂的音樂 剛才大家有所不知 阿sir上到來 是沒有抱的 然後我們在設定的期間 我叫阿sir 你坐下來先練一下 或者準備一下 然後阿sir就很冷靜地跟我說 我坐下來就可以了 這麼厲害 然後我們一開始拍 我們坐下來一彈就來了 你剛才說到 第一你很快 你記性非常之好 因為剛才你只彈了一首歌 你彈了幾首歌 但你完整地彈出來 不用練習 可能你家裡練習了很久 我不知道 但是剛剛看到 你是不用熱身的 可以 很厲害 好 接下來我希望你看看 會不會有一句說話 跟一些朋友 或小朋友 他是想接觸這樂器的 一些你不會被說的說話 我覺得興趣很重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有興趣的學生 應該要快點學琴 學了琴之後 提高自己的技巧 還有自己的知識 就是最開心的 第二就是 成就感 我覺得如果你練了很久很久 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最後都彈出來的話 你會有很有成就感 你會很滿足 是啊 因為坦白說 我會明白 我有玩過少許樂器 你剛才跟我們表演了一首歌 那首歌 我相信你起碼花超過一百個小時 超過一百次或一千次去練 就是去表演給我們 然後那份成就感 我剛才也說過 我看你彈 我都看到很有成就感 因為真的太好聽 太厲害了 手指快到 我們剛才那些機器 是無法拍攝 完全追不到的招 很誇張 那你接下來在拍攝 你會有甚麼夢想或目標 想做到呢 我覺得想提高自己的技術 你那個技術 再高一點就行吧 OK 還有沒有 還有可以分享更多知識給我的學生 想教學生 一天教不教到24個 24個中 有的 有實教的 有實教 OK 希望我們拍攝 可以繼續跟你這位 這麼出色的導師 去一起合作 以後 對 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好 我們 放手 好 我們說了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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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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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